蛋仔从来不缺噩梦地图 但是这难度到底谁在玩啊 粉粉们好 我是醒醒 有一段时间没有挑战过乐园地图了 上次玩范特西的专属炫技图 虽然因为一点原因没有通过 但你们不会真的忘了吧 醒醒我可是技术主播 虽然这个技术主播不太稳定 但再怎么说好歹也是个技术主播呢 今天醒醒我要洗刷冤屈 挽回我技术主播的称号 来看这张地图 切 这图只有作者能过 通关率仅仅只有1% 这通关率能说明难度了吧 看醒醒我如何轻松拿捏 进入地图之后 作者还在叫嚣 这个图只有作者能过 不信就来挑战吧 醒醒我就不信能有多难啊 第一关 简简单单的走个独木桥 不管是跳着过还是走着过 都能过 也不过如此啊 第二关 醒醒我仔细打量了一下 看清楚了 我只演示一遍 看懂了吗 醒醒我可不会一个一个的跳 第三关 简简单单跳个销毁 倒是没什么难度 也没有技巧 顺利来到第四关 这种道具和机关的配合关卡 就不用醒醒我教了吧 相信经常玩特种弹地图的宝子们 都能轻松通过 第四关 电箱子 这种基本关卡就直接跳过啦 第五关 过关定眼一看 还是挺难的 但作者是真的良心啊 每一个能落脚的平台 都放得存档 真的是怕我过不去啊 后面的关卡都没什么难度 醒醒我就不一一削少了 直接看我操作 对 控制了 哎 3 4 4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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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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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虽然星星我是技术主播 但过关的时候有一点小失误 也是在所难免 所以大家不要在意那个什么时间消失数 本以为整张地图都没什么难度 可以轻松通关的时候 来到了这个关卡 传送带上跳销毁 还非常的长 听起来是没什么难度 但是星星我都快跳崩溃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过不去 知道 救命啊 星星我又犯错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么简单的观察都过不去 我真的变菜了吗